过去 文娟 等等等等 你怎么在这儿啊 什么时候来的 为什么不进去 文娟 我知道 你对我有意见 要换在以前的话 叔叔没资格管你 可现在叔已经跟你妈在一块了 我不管你接不接受 你的事 我一定要管 还有 你放心 叔一定会像你亲爸一样 好好照顾你的 冷上吧 还冷吗 谢谢 来 来 上车 夜寒凉啊 夜寒凉 你可真是个糊涂蛋 你怎么能够听方忠灵的话 赶出这么丢人的事 爸 我回来了 回来了 爸 你怎么了 没什么 爸爸就是想喝口酒 我不信 爸 到底怎么了呀 这不是 爸爸犯点错误吗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爸 你一直教育我 人不怕做错事 但做错了事 一定要去改 这是你告诉过我的 也是你以前 做老师时 经常教别人的呀 卫皇 来 你出来 出来看谁回来了 来 来 去吧 文娟 妈 妈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呢 李清祥挪用工程款被抓了 何娜娜就把她给赶出来了 妈 对不起 我之前不该那么伤你的心 不该那么任性 妈 跟妈不说这些话 不管怎么样 你都是妈的乖女儿 没事 别站着 来 坐 坐下吧 行 来 饿不饿啊 爸去给你做点吃的 好吧 来来来 你先垫不垫不啊 叔叔给你做好吃的 今天给你接风 好吧 还是我去吧 来 来 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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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表现一下吧 好不好 那你陪他聊聊 大志叔 怎么 谢谢你 懂事了 懂事了 李家人客气什么 妈 你跟大志叔 他 妈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你 妈跟大志叔他 妈 我知道了 你别说了 以后啊 大志叔叔就是我的爸爸 来 吃点吧 妈 我回来了 姑姑 你还知道回来啊 说什么呢你 你爸 还有那个何娜娜 骗别人钱 被公安局给抓了 把你妹妹给赶出来了 被抓了 那是她罪有应得 我说你这孩子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不许这么说你爸 不管怎么说那是你亲爸 你爸有了这么一个教训 没准以后就走正道了呢 不许这么说你妹妹 不许这么说你妹妹 东兴他爸出了点事 以后就住咱家了 你又多了一个哥哥 好不好 你大志叔叔他 行了行了 妈妈去看看啊 你们自己吃点吧啊 浩浩照顾他们啊 怎么回事啊你这是啊 怎么了 好 欢迎文娟回家啊 来来来来 叔叔说几句话啊 今天是文娟回来的日子 也是我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 叔没什么钱 也不能让你们过上 什么好的生活 叔叔唯一能做的就是 是 照顾好 保护好 保护好你 还有你们 当然 还有你们的妈妈 文娟 怎么了 叔叔说错话了吗 那你怎么哭了 妈 大志叔叔 哥 我明白了 世界上真的有好多东西 是金钱不能代替的 这孩子 懂事了 行了 别哭了啊 你干吗呀 感动 来来来来 大家快尝尝你大志叔的手艺 来来来 尝尝 尝尝 老板买单 马上啊 大志 来了 来了 来来来 给 给 给他 咧 你还来干什么 这钱都替你还了 还想借钱是不是 回去 回去 回去吧 回去 回去 行了 行了你 叶老师 有事啊 我 我今天来 我今天来 第一 向你表示感谢 感谢你那天 替我把钱还上了 你放心 回头我一定把钱还给你 当然 尽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把钱还上 但是我 我一定会努力的 我 还要 第二 我想说 我对我过去 发过的错误 向你 向你们说声对不起 那个 卫红是个好女人 我希望你 好好地珍惜她 我也忠心地祝福 祝福你们两个 好 好 好 叶老师啊 我接受你的祝福 同时呢 我也祝福你 以你的条件 我相信 你将来一定能够找到一个 很好的对象 跟你共度下半生 好吧 那我也祝福你 好好好 还有事吗 没有了 好 我走啊 好 看什么看 不舍得 说什么呀 我就觉得 其实她挺可怜的 她可怜 我不可怜 你可怜什么呀你 我觉得我才可怜呢 行了吧你 你看 我 我现在一个人住 对不对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真可怜 要不这样子好了 明天呢 我就搬到你那儿去住 省得你们 你们一大伙搬到我家来住 是吧 那孩子还得慢慢适应 多麻烦 你看 我一个人搬过来 一切就适应 好吧 怎么样 你给个说法嘛 你这 成 成 行了 赶紧去把那几个碗收过来吧 好嘞 请进 小房 小房 余总 余总 余总是稀客啊 请坐请坐 好 今天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啊 好 刚好开完会路过这里 我看到夜市挺热闹 就过来看看 那真是太欢迎余总 来参观指导了 参观的意思倒是有 指导工作就不必了吧 余总 太客气了 对了 你这经营的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困难 余总 真不是我方忠林吹牛 这个夜市吧 现在真的是特别的红火 每天这交易额都蒸蒸日上的 余总 你放心 这片地在我手里 肯定会变成一片宝地 好啊 我就相信你的能力和魄力 不然当初有那么多人 想承包这块地 我都没有同意 偏偏选中了你 那余总 我带你去夜市转转 感受 感受 好啊 好 那就麻烦你了 来 来来来 余总 你看啊 我接手以后呢 这些灯 这些灯笼啊 全都换成新的了 这边也扩了几家 好 还可以玩游戏 你说要等个菜啊什么的 就可以在那儿玩会儿 不错 没想到 这个夜市交到你手上 搞得是井井有条 那是必须的呀 你看啊 最近啊是忘记 这边的生意也特别好 这营业额 余总真不好意思啊 这是这两天钢板出来 我真要整改呀 天天在这儿唱啊唱啊 怪扰民的啊 这里的环境应该是不扰民的 另外 这个夜市有了一个卡拉OK摊位 天好大 也能够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对对对 余总这么一说话还真是发现了 这一唱啊 这旁边叫买叫卖的声音都没有了 那就让他唱着 余总 我们这边看看 请你的朋友一起来 小城来做歌 余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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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有什么心事啊 我活到现在 有些事情 让我十分遗憾 余总 您在这个商场 那可是叱咤风云级别的人物 还有什么事情让您遗憾啊 你不知道 二十多年前 我年轻气盛 不服输 整天忙着事业 照顾不到女儿 结果我的女儿走丢了 走丢了 她 她应该 跟这个女孩年龄差不多 还真是啊 加起来又有本难念的经啊 这 这个天佑善人余总 我相信你一定和你女儿能重聚的 别太难过了 敬你机言 但愿我有那么一天 必须的 必须的 余总 我们这边看一下吧 余总 好 好 这边呢 我现在安排的都是些生活用品 你看这边有卖衣服的 那边呢 还有些装饰品啊 玩具之类的东西 这个前面 余总 余总 这是怎么了 拿椅子过来 快快快快 来来来 快坐下 坐下 谢谢大家 谢谢啊 这事怎么了 没事吧 余总 药没了 对不起 这 怎么了 怎么了这 余总有心脏病 可是药没了 什么药啊 有 我有 这个 我看看 别急 别急 这药我有 我有 余总 余总 要不要上医院 是不是这个药 太好了 是 余总 就是 好 好点儿没 姑娘 谢谢你了 不客气 余总 现在还好吧 要不要上医院看看 一会儿就好了 慢点 慢点啊 真的 真的是谢谢你了 小枫啊 不好意思啊 打扰你了 真是 余总 你说得哪儿的话 你太跟我见外了 只要你没事就行啊 那 我就回去了 行 那您回去好好休息 我送送您 好 姑娘 太谢谢你了 不客气 举手之劳而已 这边请啊 真的不好意思啊 余总 回去好好休息啊 好好好 停了停了停了停 就停这儿了就停这儿了 麻烦你帮我搬到里边去吧 大致 这是干什么呢 我要装修我们的婚房啊 你真够能折腾的你 这天天摆夜市 哪有时间啊 这这活儿 这活儿是我 我来干 你是新娘子不用干 那我也参加这个活动 算我一个 还有我 你看我这儿多好啊 一下子有这么多人报名 好了 我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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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来了 你怎么把他们都给叫来了 他在干活呢 耽误做生意 耽误什么做生意 我们忙完了才过来的 您就放心吧 夜市大家庭 互相帮忙 不是这一家的事吗 咱夜市 都是一家人 大家齐心协力的 干什么都开开心心的 对对对对 正所谓啊 这一人烧火急糟糟 众人食材火焰高 一人即短 二人即长 三个人能抓大灰狼 哎呦 你还一套一套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 干活吧 来来来来 干活 你们几个来 搬东西 来来来来 来来来 现在可是随着你的心愿了 来来来来 喂 程老板 程老板 我娜娜 对呀对呀 好久不见 您开会呢 那 那我先不打扰您啊 我 我等会儿再打给您 您会开那么久 那没事 这样吧 我 我 何总 是我 娜娜 嗯 哥 你干嘛呢 你听别人胡说什么呀 我挺好的 公司确实 最近你知道不景气吗 有点吃紧 所以我就想哥 不方便啊 不方便也没事 你怎么说话呢呀 什么叫我罪有应得 是怎么说话呢呀 你什么好东西 你什么东西啊你 行啊 平时都人五人六的 一声姐一声妹的 出什么事 全都给我看笑话 什么人哪 宝贝 这 对不起啊 妈不知道你在这儿 妈不是对你发脾气的 你别害怕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妈 不哭不哭啊 妈疼你 妈 咱们家是不是真的破产了 真的什么也没有了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家没事 爸爸也会很快回来的 咱们家好着呢 妈妈 你不许听别人胡说 乖啊 宝贝乖 妈妈 带你吃好吃的好不好 我们吃自助餐 好不好 走 我又喝这么多酒 赶紧洗澡去 今天有这么高兴的事 能不喝吗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今天呢 我见到亨达集团的余总 夜市的开发权 拿下来了 真的 这么难啃的骨头 你怎么搞定的 这世界上 就没有你老公办不成的事 行行行 老公你牛 不过这开发权要拿下来了 那我们岂不是要大赚一笔了 当然了 方总 方总您来了 这儿呢 来 请坐 方总 我给您点了您最喝的浓缩卡 咖啡 不加糖 不加奶 找我有什么事啊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我 我公司的事很忙的 没你这么清闲好吧 没什么事别约我了 方总 方总 您看我这人真不会说话 如果真没事 怎么敢耽误方总您的时间 把您约出来呢 说 是这样的 最近有公司 这边状况您也知道 想问方总您方不方便 借我点钱周转一下 和娜娜 我们俩什么关系啊 我干吗要帮你啊 可是方总 岳老板的事 我可是帮过您 您不能过河拆桥啊 我过河拆桥啊 我过河了吗 就那么点小事办成这一样 你还有脸跟我要好处啊 你知道吗 你差点让我在光玉面前暴露了 你还让我在那么多人面前 无地自容 你好一次提吗 封总领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光脚不怕穿鞋的 你知道吗 你信不信我现在 就去金光玉面前拆穿你啊 我让她知道 睡在她身边的是 怎样一个阴险恶毒的女人 你信不信啊 你觉得我老公 会相信一个 骗她工程款骗子的话呢 还是相信她老婆的话呢 咖啡我请了 麻烦你以后别再纠缠我了 李先生 金总请您进来 谢谢 金总 李星祥 这次啊 我从法院撤诉 回去以后赶紧给我筹钱 金总 您不急诉我了 你别高兴得太早啊 我只是暂时不起诉你 那笔钱呢 可以缓一缓 不过以后你得听我的话 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我知道 谢谢金总 谢谢谢谢 您的大恩大德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以后我就听您吩咐啊 走吧 走吧 金总 我再跟您商量个事好吗 拜托你 别把房子收走了 毕竟家里有孩子 房子没有了 对孩子影响太大了 再说 我有个地儿可以住 才可以安心下来 好好赚钱 尽快还您钱嘛 好吗 行 看在孩子份上 我就先不收你房子 谢谢金总 谢谢谢谢 金总 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了 好 那我先告辞了 谢谢金总 谢谢 谢谢金总 谢谢谢谢 谢谢 金总 您为什么不起诉他 他进去了 我反而拿不到钱嘛 吓唬吓唬就得了 再说 他要不还钱 我还是会起诉 给妈妈 给妈妈 妈妈 我们要快去哪儿啊 好 宝贝儿 你说现在这么大的房子 我们两个住的 也怪冷清的 妈妈找了一个新的地方 房子有点小 但是特别温暖 我们过去看看 好不好 我不要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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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清清 好孩子 爸爸在外面 一直惦记着你呢 好 老公你回来了 太好了 没想到我还能回来吧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老公 你还在生气 上次我说离婚那个坏 我是骗金光玉的 你说哪个欠钱的 不骗债主呢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你都不知道 我有多害怕 我怕你永远不会回来了 老婆 对不起 我错怪你了 没事老公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啊 我们现在一起想办法 看怎么度过难关 对了 我去找过金光玉那个老狐狸了 我求她别把房子收回去 她答应了 所以我们现在不用搬出去了 太好了 我们不用搬家了 嗯 嗯 京京你看 我们现在又团圆了 嗯 你们放心 从今以后呢 我会加倍努力 嗯 我会更努力地去赚钱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们的 谢谢老公 老公 谢谢老公 老公啊 嗯 这房子是保住了 可是我们手头真的没剩什么钱了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想想辙啊 是啊 公司没了 厂子也没了 有什么办法呢 说这些也没有用啊 但我们也不能每天这样无所事事 在家里等着吧 天上能吊钱来吗 哎 要不这样吧 你去找个工作 你给人家打打工也行 挣点钱回来 让我去打工 不行不行 哎呀 我老板都当惯了 我怎么受得了那种气呢 想当老板 其实也容易 怎么容易你说 摆摊 我们跟他一样去一室摆个摊 挣不了多少钱吧 至少能吃饱饭 是不是 你以为我没想过这个吗 咱们在夜市也没少得罪人 我们去摆摊不是自掏苦吃吗 你傻呀你 也是啊 那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喝西北风去吧 哎 有了有了 什么办法 我发现啊 咱们家里的东西还挺值钱的 要不这样 嗯 我们挑起啊 把它卖了 换钱花 我亏你想得出来啊 这 这也是没办法嘛 这非常时机总得度过嘛 以后等我翻身了 我们再买新的 买更好的 好像也是个办法 哎呀好累啊 你 你用点力好不好 我也想用力啊 老公 没力气啦 哎呀 哎呀 哥们儿 还有多远啊 哎呀 就钱那儿 你赶紧推吧 我 我都不行我 钱那儿是哪儿啊 那么重啊 哎呀 快点吧 哎呀 小心啊 老公 嗯 要上坡了 好好好 好了 就快到了啊 哎哎哎哎 哎哎哎 哎哎哎 哎哎哎哎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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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别打了 是不是这家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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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死我 老板 卖东西了 老板 来了 来了 卖废品哪 我说 这不是废品 这都是好东西啊 什么好东西啊 都就成这样了 还好东西呢 我看哪 就是一堆破烂 什么破烂啊 我 我们现在是缺钱 才拿出来应急的 你胡说什么呢 这都花好多钱买的呢 行了 行了 老公 别跟他说了 一看不试货的 老板 爽快点给个价吧 多少钱一购 这套沙发 五百 剩下的这些东西呢 三百 八百 不少了 沙发五百 其他东西三百 你坑爹呢 当初花了好几万买的呢 别说的这么难听嘛 儿子我都不坑的 我不跟你磨牙了啊 东西呢 你们要卖就卖 不卖呢 就拉倒 老板 怎么 想好了 卖 卖 好 不跟你计较了 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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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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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卖车 卖完了车 进来拿钱 我们自己卖啊 那当然 玩我们的吧 老板 你欺负人哪你 姑姑 东兴 怎么了 快过来 姑姑 我被学校停课了 停课了 这几天不让你去上学了 为什么呀 是不是因为 你跟金亮打架这事啊 金亮的妈妈找了不少家长 说我在学校 会扰乱其他同学的学习 姑姑 你说该怎么办呢 小敏 你那个财物的报表准备好了吗 财物报表 马上就好 我马上给你送过去好不好 你能不能快点啊 我这边马上都来不及了 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我马上就好 欧小敏 我留公司那份库存的账目 弄好了吗 账目 我马上就好 就差一点了 你快点好不好 客户都催了好几次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老板 你怎么搞的 到底能不能胜着这份工作呀 如果不行 赶紧直升 别耽误了公司的工作 老板 我现在就加快速度 金铭 为了你 我什么苦都能吃 我一定要努力赚钱 然后去美国找你 你 吃点劲 想不想啊 你吃饭呢你 吃饭了 吃了 大哥 你看 这个力度行吗 血纸棍 干嘛 谁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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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 运动运动 运动 运动 想运动出去运动 不要在这破坏剧点 是是是 出去运动 对 算你小的命好 你打伤那人 伤势不严重 而且恢复得还挺快 经过我们调查呢 你也确实属于正当防卫 是 是 是 正 正 正 政府英明 你看 我进来的时候 我就说嘛 我是正当防卫 你们不相信我 你这 这 我就是 行了 别再说了 赶紧收拾一下 出来吧 但是 你打伤的那个人呢 医药费你得付 一共是两万一千三百四十八 是是是 我 我一定积极配合 积极配合 各摊位注意了 各位摊主注意了 为了配合区政府的 区块改造方案 经管理处研究决定呢 本夜市将于本月底停业 希望各位摊主抓紧时间 做好自己摊位的搬签工作 具体方案计划 请与管理处询问 谢谢大家 洪姐 这怎么回事啊 就是啊 怎么这么快就要拆了 大致 刚才你都听见了吗 听到了 听到了 这夜市拆了咱们怎么办啊 我这离开学校 就只这点小生意糊口呢 这夜市一拆呀 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地方呀 陆琴只能回老家了 现在正值我们的夜市啊 是忘记 大家都靠这个时候多挣点钱 你看 要是这样的话 这么着看大家行不行啊 要不然这样吧 咱们明天 上管理处跟他们说说去 让他们晚点拆吧 等咱们这忘记赚点钱再拆呗 行吗 好啊 好 咱找他们说说去啊 对 叶老师 要不然 你帮我们起草一个 那个申请书 你写完以后 我们大伙签个赞 行 没问题 太好了 放那儿就行了啊 老板 来两个酒菜多了 来 拿盘过来 给那桌送我们去 客人 你的酒菜盒子 谢谢小朋友啊 恭喜啊 爸 爸 我 我好想你啊 臭小子 爸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 我刚回来 你就不会说个激励话 爸 我真的好想你啊 行行行 行了 我刚回来啊 别整得跟猴桑似的啊 嗯 那什么 东西啊 爸爸没吃饭 要不然给爸爸 弄两个酒菜盒子吃 包在我身上 走吧 姑姑 我爸回来了 姐 回来了 出来了 怎么样 还好 人没死 牢不用坐了 就是 就是得赔钱 万兴啊 不管怎么说 人没事就好 赔钱就赔钱呗 只要你以后好好干 不怕赚不到钱 姐啊 我这些天啊 我想明白了 我从此以后啊 堂堂正能做人 再也不赌了 爸 你太好了你 希望你啊 说话算话 改掉你那些恶习 好 姐 我肚子饿了 赶紧坐那儿去吧 给你拿几个酒菜盒子 东兴 给你爸盛碗粥 来 先吃着啊 姐 我那个 什么事啊 吞吞吐吐的 我这次不是想堂堂正正做人 做点生意 然后没本钱 管你借点钱 成吧 回头我想想办法 姑姑 你真好 谢谢您 谢傻 对了 爸 上次我和金亮打架 差点就不能上学了 姑姑为了不让我退学 还去求金亮的妈妈了 姐 您对我们的恩情 我们爷儿俩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姐 我给你跪下 姐 干吗 快起来 快起来 大庭广众的 你干什么呀你 都是一家人 谢什么呀 你只要以后啊 堂堂正正地做人 不再干那些不务正业的事 我就烧高香了 姐 你放心吧 我 我对灯发誓 姐 我要是再做那些缺德的事 我不是人 行了 赶紧吃饭吧 不是饿了吗 是 在这儿陪你爸 快快快快 吃吧 老婆 要不这样 我们把房子的衣柜给卖了 那石木的还挺直减的 黎庆祥 我告诉你 什么都能卖 我何娜娜的衣柜 那是肯定不能卖的 我这么多漂亮的衣服 这 放哪儿 扔地上 照了怎么办 总能想到什么其他的还能 卖的吧 冰箱 你说他们进管理处 这么久也不出来是不是 是 这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呀 别着急嘛 俗话说好事多磨 谈完了自然就出来了 等了那么久了 我这急性子可受不了 就是 这能不着急吗 但有结果是好的好的好的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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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大志哥 红姐 怎么办啊 等急了吧 好消息 管理处的同志 考虑到咱们的具体情况 决定啊 推迟夜市的开发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大志哥 红姐 你们就是咱夜市的主心谷啊 就是就是 主心谷 主心谷 是啊 是啊 真是太好了